一定要减少 两边都是 一定要减少直接让对方能够打快攻反击的失误 两边都是防守跳球的态势 一下压一步 然后再给出来 再给是比较常规的 这个辽宁队好像低 韩志军这个打赛以后初步太来 失误了 好球 2加1 一定要减少 两边都是 一定要减少直接让对方能够打快攻反击的失误 这 这回来林冰飞 转的很耐心 赵瑞 好球 阿联 抢位是往后一撤 四龙队任冰飞被盖掉 来向阿联再起 周三平比赛打了不到 打了三分钟 广东队是十比三领先 出来一键连 中距离 跑好球很稳 我觉得打不差以后 所以这个 要是急躁就越输越多 只有李小旭一个人得了三分 其他人都没有得分的 一键连第一阀命中 中距离 没有 没有太好的这个机会 给一键连 漂亮 这一次的一键连是采用了一个双手扣篮 但是两阀要是都中的话 广东队已经领先30分 你话说早 24分不大 但是30分 我觉得 这个确实是状态上非常的不好 第三阶上来呢 又是一键连冲到内线的单手扣篮 四龙 再给一键连 外线的三分出手 跑好球 三分命中 下野后 可能打的时间多了 一键连 绑 绑开了 跑好球 四龙 给一键连 跑好球 2加1 直接过去了 而且这个一键连起来以后啊 你再怎么着 你拦不住 阀球再进的是25分 好 下阀命中 注意点阿联这儿的机会 这儿 这一点还是很稳 左鹏 进来个一键连 好 看一下这场比赛 我们选出来的最佳球员 易锦连 到目前为止呢 阿联是已经拿到了29分7个篮板 投篮是19 投12中 拔球6中4 各项数据呢 都是非常的突出 我今天 由于是背水一战 所以阿联在进攻端 站的比重要比前面更多 嗯 那这样呢 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广东队是110比102 在主场8分的优势击败了辽宁队 这样 这轮系列赛的总比分是来到了3比1 这个交友 你 想好啊